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邓红说法 今天会和大家聊聊青少年犯罪的问题 其实很多环朋友申请来美国 无非都是为了下一代 自己放弃了安逸的生活 但是有很多小朋友来到美国之后 因为言语不通 价值观不同 代沟等等的问题 因而会触犯法律 因而衍生出青少年犯罪的问题 在美国18岁以下的青少年 定义为青少年 所以他们犯罪处理的程序和方式 方法和成人很不一样 其实邓律师 通常遇到最多的华裔的青少年犯罪 会有哪几种状况 很几种 其实来说青少年很多时候 参加帮派的问题 吸毒的问题都现在越来越严重 偷潮的行为 打架和恐吓行为 醉走驾车和无照驾驶 这几类问题来说 都是我们发生制化 在青少年身上的 那美国的司法系统 将18岁作为一条分水岭 那青少年犯罪和成年犯罪 他们的处理手法上 到底有什么不同 很大不同 很多时候来说 好像警察逮捕的时候 一般成人来说 他可以保释 但在警察来说 如果未成年未满 18岁的情况之下 警察局一定会通知家长 并且要求家长 一定和弟弟要出庭处理 同时在青少年案件 他是不需要保释感的 如果是情况严重的情况之下 就是不能保释的 很多时候来说 成人是判监处理 但是青少年的话 他是以家庭监管和义工法 做义工来处理的 一般是不需要交罚钱的 同时犯罪记录的话 如果是案件结束之后 或者是满18岁之后 这个逮捕记录和犯罪记录 是可以清洗的 虽然有这么多的不同 但是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小朋友 都是家长心目当中的宝贝 亦都是每一个家庭将来的希望 其实说的朋友 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小朋友 能够碰到这些东西 那有什么忠告 可以给予我们的坏人朋友 我们接触 在过去16年 处理上千单 青少年犯罪案件 经常接触到 很多家长 是不懂得和小朋友去沟通 很多时候来说 家长忙于赚钱 小朋友来说 觉得自己父母 不懂得说英文 说都没用了 很多时候来说 将自己的问题 是和朋友身边说 很多时候交上坏的朋友 吸毒 出去玩 很多时候来说 就会惹是生非 这种情况之下引发很多问题 但是 如果发现自己小朋友 学习成绩有问题 或者朋友 他朋友有偏差的行为 这种情况之下 一定要寻求 专业人士的协助 尽快给他们脱领这帮朋友 是的 我也知道 美国有很多相应的组织 和机构 可以帮助到 这些有需要的青少年 家长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向这些机构求助 最重要的是 多点关心自己的子女 多点沟通 能够营造一个 融合的家庭气氛 那就最好了 是的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继续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